心想事成这四个字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 那是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被很多人反复地验证过 有很多的科学理论都能证实 比如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自证预言 人们会不自觉地按照已知的预言来行事 最终令预言发声 由此一个人经常说的话 经常想的是就很有可能成为他生命的预言 还有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当你对一件事物具有特别强烈的正向意愿时 宇宙就会接收到你的信号 就好比你是一座发射台 你的思想就是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 这些思想电波就像磁铁一样 把宇宙中与你思维能量相关的东西 吸引到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吸引到 和自己意念相符合的人 比如你想 今年我一定要存满十万块钱 今年我一定得升职加薪 那就把这个目标刻在你的脑海里 刻进你的生活里 不断地给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 根据吸引力法则 就很有可能就会实现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总是抱怨 总是愤愤不平 也会吸引那些负面频率的东西 来到你的身边 具象目标 知情合一 顺势而为 静候佳音 便可以心想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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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